歡迎來到本週的馬克信箱 我是瑪莉 嗨 我是今天過得不怎麼順遂的馬克 為什麼 我才在今天的馬克信箱 我想說一開場的開場台詞就是要感謝你 怎麼了 你知道 怎樣 櫻桃可樂多好喝嗎 因為你可能如果你想知道櫻桃可樂的故事 你可能要投下你一次的點擊 哪一集呢 可能是歐馬克封面是面對大海屁股朝你的那一集吧 新年快樂那一集 要拿回來 因為以前我記得台灣 工作來了 電話 他工作又來了 嗨你好 他又有工作了 有 對不起請繼續 加五百是五百塊嗎 當然是要不然五百萬喔 五百好少喔 什麼東西 五百在跟我開玩笑嗎 才知道 你現在賺過大錢以後 你現在看不起我們這種小錢是不是 黑鷹人他第二個版本怎麼會是加五百 第二個版本也是一個版本阿 所以你應該要加一千嗎 之類的阿 就是 不是嗎 好像應該是齁 對啊 而且五百那如果我說不要咧 你說你 你說你不要 就如果說五百我覺得不行 要一千 他會說 全部不用這樣 這我是不知道啦 嗯 我要說的是我記得之前台灣也出過一次櫻桃可樂 然後在很興奮的狀況下就去買回家了 我記得非常的難喝 蛤 台灣很難喝喔 就是有一陣子出過 然後那個你喝起來完全不是你想像中櫻桃可樂的味道 因為我記得你會去Fridays專門點櫻桃可樂喝 YES 就是那一罐跟Fridays喝的一模一樣 我嚴格懷疑Fridays機器裡面就是裝那個 太好喝了 好喔 那為什麼今天過不順遂呢 今天的不順遂 因為早上 股票 還好啦 今天 今天還好 今天選擇權有賺錢 但是呢 就是急急忙忙衝去然後看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呢 我在看 縮小人生 我在看 我在看那個 預告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的驚喜 因為我覺得這個題材太棒了 尤其就是如果你有看過蟻人的話 你知道 就是 把人縮小可以玩好多好多的題材 對 因為就是我們變得很小以後 看世界眼光完全都不一樣了 結果看了以後就是蠻失望的 居然讓你特別發了一篇文章 在詢問麥特戴蒙的審劇本團隊 對啊 他接長城就已經夠瞎了 現在搞屁啊 接長城他只是一部 你不能因為那一部就懷疑他的團隊 因為他可能想要打入 中國市場 對啊長城 你知道對可能外國人來說 長城 你從外面 不是他們叫Great Wall 哈哈哈哈 他們叫Great Wall 就是你從外太空 我唯一可以看到這建築槍槍槍 我可以演到這個是很了不起的 然後今天還有兩件事情 就讓我發現我的心情不是太好 因為原本我覺得沒什麼 然後其實看電影什麼 其實我也覺得都沒什麼 發生兩件事情 讓我覺得喔我今天的情緒真的是有點不好 一件兩件都跟交通工具有關係 一件呢是在公車上 然後呢我就是看完電影 我要搭公車去另外一個地方 結果呢我就按了下車鈴 然後也刷了BB卡 UO卡刷了 結果呢就剛好遇到一個紅燈 所以公車就停下來 停下來之後 然後再就是綠燈了公車繼續走 我就看了我站牌從我面前這樣經過 為什麼 公車司機在停下來的時候 可能他謊生 他忘記這一站有人按下車 所以他就開過去 然後開過去以後我就站著 我也是看著就是那樣目送 然後我就說 司機我有按鈴耶 你的口氣是這樣子嗎 我的口氣可能比這個更兇 對然後司機就說 對不起對不起這樣子 然後可是他也沒辦法在中途讓我下來 因為那也是什麼 中間公車 反正公車司機 對啊你是不可以在 就算不是專家 他也不可以在中間放人下車的 然後就只好到了下一站 然後下車他開門前 他又道歉一次 又說了對不起 那你有被撫平嗎 他第二次道歉 沒有啊 沒有沒有 就是我還是氣嘟嘟的啊 我就氣嘟嘟的下車 對對我氣嘟嘟的下車 然後因為我從後門下車 所以我要過馬路的時候 我還是會經過前門 你就瞪他眼 我沒有瞪他 我沒有瞪他 我就是沒有看著他 然後就是默默的走到前面去 然後氣嘟嘟的去吃了午餐 可是吃完午餐之後呢 就是這一件事情困擾著我 嗯 就我覺得他不過就是分神了 他就是不小心 他也不是有意 他不是故意不讓你下車 然後這一件事情 對的確我完全沒有犯錯 嗯 然後錯的確是他 嗯 但是他第一次道歉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跟他說 沒關係 沒關係 第二次又再跟你道歉的時候 你還是有機會可以跟他說沒關係 但我覺得你在吃飯的時候 馬上自省這件事情 速度已經很快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吃完飯之後才自省這件事情 有的人他可能吃完飯 他還在氣司機 你為什麼恍生 這是你的工作 你為什麼不做好 對對對對對 就是這種就是這種情緒 就是我在我在邊 就是吃完飯在邊走的時候 因為因為下錯站 所以我就是有機會去到一個 真的我在台北過了三十幾年 然後可能才第二第三次走的巷子 這樣子 所以也讓我看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 你一直記著那個東西 你一直記著就是 別人沒有讓你在對著站下車 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傷害自己的 就是 當下你接受人家的道歉 其實對你自己還有對他 就是 我們兩個都放下 就是都好過 你都不需要這個樣子 有這個觸發 不是應該心情就會好起來了嗎 結果呢 對 我以為就好起來 結果呢 好接下來我到下一個點 然後買了東西 買完以後 又又又 要到電台來 就是跟你錄馬克信箱 然後呢 我就搭上了捷運 然後這個捷運呢 就是 到了古亭站開門之後 我還沒有出去就 有人要進來 大嬸不是有人要進來 大嬸不是有人要進來 他已經親門踏戶 踏到我的面前 要跟你跳恰恰 然後阿姨 沒有 他已經走到我的面前 然後阿姨還說 欸 然後我突然火整個上 我整個火上來 欸 185轉身 然後大嬸 之後就站在 因為很多人喜歡 就是站在那個 門口 門口 揍人 反正站在門口 那個他又提了一個 就是行李箱 就是那種出國的那種行李箱 你站在門口 你都覺得空間很大 沒有擋到人 那就是會擋到人 然後呢 就是他 他擋到 所以那個人以為我在A他 所以他也就是 急忙要收東西 對對對 然後後面跟著大嬸進來 就更損 因為他完全被我撞開 對啊 那大嬸有發現事情不太對勁嗎 可是那只有 電光石火的幾秒 我沒有機會去看大嬸的反應 然後所以坐在手扶梯上的時候 我就想說 歐馬克你在幹嘛呢 完蛋了 那如果今天演唱會不勝理想的話 怎麼辦 解釋今天最最不完美的句點 Foster the people 我希望你好好給我表現 應該不至於把所有改成 九成都是 不插電版本吧 什麼意思 你就讓他們全部都不插電 這應該是不至於會這個樣子吧 唉 好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我不順遂的一天 好 我們今天馬克星要開始回信了嗎 開始吧 但因為這封信齁 我是快速閱讀了一下 雖然說我速讀的能力不太強 但是我 是不是應該要抱持著 一點點保留的態度 這封信呢 他就是之前有分享過他的戀情 他覺得他掏心掏肺 對 跟你說這個故事 結果竟然 被我們快轉帶過 還一直說什麼 你不要把你那個什麼 性愛文學拿在這邊 就是分享 他覺得 有點快樂 哈哈 你有沒有講受傷嗎 他覺得很快樂 因為他是他覺得說 我成就解鎖啦 從來沒有人可以被我被 就是性可以被這樣快轉 對 所以他就忍不住要來分享他的第二段戀情 亦或是第二次創作 他就說他一樣在臉上認識一個女的 然後他就覺得說 我們認識多久之後 就要在現實生活中見面 就比如說我們約定一年 然後見面之後 就開始就覺得有點像交往 雖然說對方女生都說 沒有沒有我們只是朋友而已 但總之他們的確 現實生活中見面了 的確見面後 他們去汽車旅館了 然後發生關係了 然後他看見女生的眼角流下了一滴眼淚 因為那女生說太激動了 反正第一次約會之後 他以為他跟這個原本是網友 後來真的有在一起的女生是確定的關係 但他之前就覺得這個女生 有認識另外一個男生 覺得他們互動很親密 雖然這女生總是說 沒有沒有就是普通朋友而已 但沒想到有一天這個女人跟他說 那個那個那個男的說他要送我回家 然後就是就是回快到家之前 就把車子停在路邊 就要聊天聊聊聊聊 他就他就硬來 然後就是就是有點就是強暴我這樣 被強上被硬上 對然後他就覺得 他開始要去搜尋那個男的是誰 他可能要尋求法律途徑 因為他就覺得說你這是犯罪 所以他開始去查去去聯絡一些 他有念法律的同學 然後查那個男之後 他說什麼司法部的網站 有判決書 所以你可以查到那一個人 有沒有前科喔 這個我不太確定 這個我也不知道 判決有的是公開 但我不確定人可不可以 人民查不查得到 對所以他有查到那個男生 有一些毒品相關的前科 然後他要去聯絡那個男的以前的同學發現 反正他以前就真的是很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嗯 結果他在網路上越查越多 不只查那個男的 也開始查這個女朋友 發現這女的 也有前科嗎 名字謊報 年齡謊報 婚姻狀況 謊報 就全部都謊報 總之是一段非常荒謬的故事 但是他就覺得 這一次我們連快轉後製都不需要 我們直接就是跳過 反正他就說呢 這個女生就是時時刻刻需要愛 他說他願意等這個女生離婚 偏偏這個女生就是不想離婚 但他也不能接受他跟其他人曖昧 所以他決定斷然分手 如果這個故事是真的 那這場ending是好的 因為你決定離開一個跟你是 就是一段不好的關係 斷捨離是非常非常棒的 他說謝謝馬克信箱 讓他有抒發的地方 他也知道這些故事非常懸疑 所以他沒有人可以分享 只有馬克信箱了 祝福大家所有的典友們 二位在工作與生活上都一帆風順 典友也能在感情路上順順利利 來自於東郊黃林 我不是救世主 休息一下聽廣告囉 馬克信箱感謝你的支持 喔對了順便分享一下 Google廣告這件事情 我看到留言有人說 廣告可能長達六分鐘四分鐘 我之前還看過三十分鐘的 在這邊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YouTube廣告是怎麼運作的 我呢可以決定在哪一個時間點放入廣告 但是我不能決定放入什麼廣告 你會看到什麼廣告呢 是Google認為你適合什麼樣的廣告 或是廣告商認為 你的性別年齡或是所在地 符合他們的target audience 符合他們的受眾 所以這個廣告才會出現在你眼前 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我一位三十幾歲的男性看到的廣告就會是 車子跟酒 但是呢一位二十幾歲的大學生大學的男生看到的廣告應該就是手機遊戲 女生呢大部分看到會是美妝類 那至於廣告的長度呢 現在呢在Google上面投放廣告的 如果呢是 經由Google的agency幫忙代操的話 他們應該會被教育 應該會有些sense 他不會做出一些 投很長很長很長的廣告 我之前呢曾經看過一個美妝還是女生用品的廣告 他投了整集的業配節目 投了四十幾分鐘在上面 如果呢你看到這種四分鐘的啊 六分鐘的啊 還有微電影系列的啊 如果你真是忍受不了 就按略過吧 再次感謝大家對馬克性向的支持 我們繼續聽下去 接下來呢我現在手上又大概差不多有十封的信要回 是因為H先生很積極的從以前的馬克性向就會一直寫 而且他會keep track 他會記錄他就是他的第幾封 我現在已經收到他的第104封 然後之前好像也有回過 可是我不知道回到哪裡 我覺得這一段好像說的一模一樣 你好像上次講一模一樣的台詞欸 這樣人家會以為是重播 不可能 然後呢這次從104跳113 113跳121122 123 124 125 126 在念什麼啦這一段 沒有127 但128 這樣子我們要一封一封來解決 這封信呢5月31號他說我看書有個習慣 就是會在書上寫沒批或是做記號 喜歡的書我會花錢買 但沒有看過的書我就會去圖書館借 我也會在上面留下痕跡 欸過分欸 對啊 這很糟糕 這是破壞公務欸 我覺得很糟糕 他說萬一喜歡我如果我不這樣做的話 我整本書就要重新看重新做記號 那我直接藤上做過的地方段落 這樣也算破壞什麼叫也算破壞公務 我還聽過有些人的狡辯是說 欸我幫人家畫重點 屁啦阿姆倫你的重點是我的重點 對啊你不要亂搞好不好 另外他說有沒有吃過一家炭烤吐司專賣的早午餐店 他的朋友說很好吃然後在士林夜市的小巷子 然後他去開他去吃了以後覺得非常難吃 現在很多這種炭烤吐司的 Yep 這封信他在聊掉東西這件事情 他去樂生戲院看電影 他的悠遊卡掉了 是在電影院的範圍掉了 我離開了以後才發現 戲院電話撥了好幾支分機 不接就是不接 形同虛設 最後回到戲院人員幫忙找也沒有找到 這張卡我註冊超多 那個什麼點數阿基點阿等等之類的 而且我還有貼姓名還有貼手機 一直撿到現在我我我他沒有下一張請 欸說到那個關於自己的幕後團隊審劇本 強尼代普也應該要審一下吧 可是強尼代普他本來就不是以一個 會一直拍好戲的人著稱阿 是喔 就是求德洛對我來說就是會一直拍好戲的人 欸求德洛對你在幹嘛 可是他後來也開始接演一些奇妙的喜劇 我就 對他在他在2007 08 2010之前可能我都非常相信他的團隊 就有他就是好劇本 還有Bradley不是Bradley Cooper 那個誰阿 La La Land的那個男生 La La Land Ryan Gosling 對對對 Ryan Gosling應該算是現在一直從以前到現在 我都覺得他他選劇本是非常非常有一套 對 欸怎麼了 你回完了 不是阿你說審劇本怎樣 就是我覺得強尼代普也必須要加入審劇本的 很多都需要連Tom Hanks最近也拍一些很奇怪的片 這幾年那叫怎麼了 可是Tom我和他 你是不是有太多90後的屁孩加入電影產業 不是啦 就是比如說像強尼代普 我就覺得他 好你說他可能本來就不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他這幾年可能被錢逼急了 你說神鬼奇航1234 或是他會 我忘了真的有一些我覺得很怪的 我就想說可能是有錢就可以讓他們來演吧 因為他們就很缺錢 你知道他們的婚姻 他們的肝金 把他們逼到絕路 但Tom我和克應該沒有什麼關於 贍養費的問題吧 就是不知道阿 像之前他演那個 可是上一次我看薩利機長我很喜歡耶 他之前演那個 他客串 客串演出 跟 好像你有生氣過 關於我想起來了 對啊那個社就是有點諷刺社群網站的 就是未來的世界 他諷刺臉書跟 跟Google 對啊 那個 那個女生叫什麼名字 我也忘記 妙麗阿 對對對對對 四個字的 喔 他在跳了兩封編號之後 突然接回了上一次沒寫完的嗎 對他中間夾雜另外一封信 突然夾雜說 雖然已經過了三個小時 但我現在還是有點不爽 所以就這三封信其實是在三個小時之內寫的 喔 那為什麼不放在一起阿 對啊 你幹嘛分開付阿 你不用浪費那個郵資阿 郵資也是錢耶 對啊 還有那個信封什麼這些都是樹木耶 好 你們會不會在意幾點呢 我以前是沒有什麼在意 可是我發現我身旁的朋友開始會 用手機 就那天我跟他相處了幾乎一天之後 我發現他去很多便利商店 都那個什麼LINE在付錢 我就想說 以前我們不是都對3C很不熟的嗎 你怎麼突然加入這個行李 他跟我說 喔這個可以積那個什麼LINE POINT點數 然後就講的就是煞耳騎士 我就覺得 媽媽前進了 我很落伍耶 我朋友都開始玩這些了 我還在幹嘛 就覺得好像 雖然我也不知道LINE POINT可以幹嘛 但就覺得說 人家有積 我沒積 你以為 這什麼東西阿 LINE POINT是不可以換貼圖 可能吧 對啊 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那個 就是沒有去研究 就不會知道他可以幹嘛 你就至少他可以換貼圖 就覺得好像有點划算 但同樣也是 就是雖然就是這一些小東西 然後可能可以讓你省到一些錢 或可能可以讓你換到一些很不錯的東西 可是其實你花在他上面 有點急的那個心力就是 我覺得人最寶貴是時間阿 可是你付款不是一樣嗎 就是掏硬幣 掏皮包 你現在只是掏你的LINE的 對對對 然後你就得到點數嘛對不對 然後LINE POINT的好處是 你不用像以前譬如說買了 然後點數你還要再拿那個紙 然後在那邊貼 那個幾秒幾秒也是時間不是嗎 是 這是一點點而已沒錯啦 但是你累積起來是很可觀的耶 你有拖延病的人在那邊在意幾秒幾秒 這樣說是沒錯啦 是這樣說是沒錯阿 對就是真的很熱愛時間的人 你要想一下這樣 對啊 他在摩斯買了六百多元 照理說應該要送幾點 可是店員沒有 然後他就是想要幾點阿 他這一封信在抱怨很討厭不主動 問要不要點數的店員 那你可以跟他要阿 我現在就是店員主動給我點數 我還覺得很困擾 因為其實我不想要花時間 神明 對 集那個點 沒有意義 沒有必要 最近還有一些APP 包括E7Q也是 欸你說還在玩那個阿 對啊 抑制問答 我現在沒有了 累了 因為他規定就是每天的中午十二點半 跟晚上有九點 然後會出十二道問題 十二道問題四選一 如果你十二道都答對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錢 然後常常就是獎金是一萬 然後如果一萬沒有沒有送出去的話 就累積到下一次下一次這樣子 然後有的時候問題非常非常簡單 有時候問題很刁鑽 所以我後來發現呢 其實就是在世界上有很多很多這樣的APP 在中國也有 在美國也有 然後 那個抑制問答呢 在美國更誇張 那E7Q現在可能只是 線上上 同時上線人數也許四千六千人 可是我那天看到國外的那個APP 它是十二題三選一 然後同時有一百萬人上線 什麼 當然我不知道那個數字是不是真的 但是我覺得這些APP 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真的可以得到錢 你換到了一定的錢以後 他真的也會匯到你的PayPal 但這些APP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也沒有你的資料阿 他沒有你的資料阿 但是他會浪費你生命中的時間 可能就是你 你如果他浪費你的生命 他會覺得很快樂 他不會快樂 我覺得他未來的方式 因為現在的時代就是 點擊率跟注意力 Attention就是money 所以如果他抓住了你的Attention 眼球 對他抓住你的Attention 他有了你的注意力 然後你真的上癮了之後 他可以在裡面置入東西 在問答當中置入東西 是可以的 比如說廣告突然跑出來 或是那個題目裡面 沒有廣告跑出來應該會憤怒 應該是在題目裡面讓你選的時候 對啊 就會讓你 就會就會告 就強制你一定要加入他要給你的東西就對了 呃不是不是 就是譬如說 原本的問題可能問說 呃 是 哦 之類的啊 對啊 就是等於是增加品牌觸及度跟什麼 我猜想啦 嗯 對啊 然後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 你 一方面你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對12題 嗯 你不知道能不能拿到錢 可是他有一個誘因在那邊 他給你一個希望 所以人就會去追那個希望 哪時候開始停止決定不玩這個 當我人生發現一些其他事情 轉移你的attention之後 轉移我的attention之後 對啊 休息一下聽廣告囉 馬克馬莉對於生日的看法如何呢 最近長輩親戚有的60有的80大壽都會請客 80值得請一下吧 讓老人家開心一點老人家就喜歡做這些啊 那你覺得你到了哪個年紀的時候要辦桌壽宴的呢 120啊 吃百里哦 吃百里 大家吃好百 我請大家愛美韓色路還在的話 每個人把費出到飽啦 120是很有可能的耶 不可能啊 為什麼 我們的身體都很不ok 哦 我們身體不好啊 對你身體沒有自信 對啊 還剩三封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之前你無聲美 你也那麼有自信 那個歌名 怎樣 因為你有配競疊 競疊是這個禮拜才配的啊 嗯 而且 而且 欸 送我一個超大的回文針要幹嘛 好可愛喔 送你 欸欸欸 你把它夾在你的毛帽上面 我不要 GD他都可以夾一個 工具夾 你用個回文針在頭上也算理所當然的事情吧 好啦好啦 第128封附上了文具小物還有爆米花優惠券 請問瑪莉馬克你們想要收到什麼樣的優惠券呢 按摩 按摩 按摩感覺不是他會蒐集的 他應該蒐集都是吃的吃的之類的 嗯 好 感謝你H先生 不要在 不要在 圖書館借來的書上面 哇 你居然還 不要在圖書館借來的書上面 畫畫了 好嗎 請想想 下一個使用者 好 馬克瑪莉 我是Sally 我聽了那麼多的故事 覺得沒有貢獻 不好意思 我是台東人 來台北打拼 故事太多了 所以選其中一個來說 最近我剛結束 強達一年多的 床辦關係 是一個我非常喜歡的男生 我下面馬上有留言說 我不喜歡聽這種性的內容 我 我只 他只說他結束一個床辦的關係而已 我床辦就是性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 聽到任何關於性的內容 嗯 對於那個 如果 有讓基督徒感受到任何的不快樂 在我用受盡那一段的荒謬 聲線 要跟大家說聲抱歉 為什麼 還好吧 我不知道 後來想想有些人很可能重視他們的宗教 的確是他們的宗教沒錯這樣子 是宗教沒錯啊 但是也的確這個世界上有人這樣講話啊 對嗎 可是可不確定 就是後來我仔細想想覺得說 唉 如果是我很重視的東西喔 我被人家這樣 呼高嚇高 呼高嚇高 你說今天有人模仿高橋一生 然後他這樣 帥了 哈哈哈哈 帥死了喔 喔齁 喔齁 不覺得很帥嗎 還好吧 我看到瑪莉的象牙塔分享是殺小 我想說我瑪莉怎麼了 最近很寂寞是不是 以後我很少分享東西 對啊 我好歹也有 貢獻我一個點擊率在你的大災難家 喔感謝你 嗯 兩分鐘吧 謝謝 可以嗎 那前面有點長 可以 我那個attention沒有辦法集中太久 那沒關係 那個點擊率大家就貢獻在點廣告好了 好不好 好好好 這個男生大我五歲 今年二十八 他已經交過九任的女朋友 我們是在一個交友群組認識的 但我那時候就不知道哪根筋不對 我就主動私訊他 第一次我們見面是去看電影 結束他帶我回家 我竟然主動要求他說 那你要進來坐一坐嗎 那當然女生主動邀約 男生打折隨棍上 於是我們就一起睡覺了 過夜嗎 對 這也不是我第一次 跟不是男友的對象發生關係 但當時我們也都是單身 沒有刻意的約定 反正關係一開始就是 吃飯看電影上床 然後有時候講早安 有時候說晚安 但久了我就覺得 我好像快暈船囉 那他解決暈船的方法就是 不聯絡 沒有沒有 我去找其他的男生發生關係 這樣子 不知道為什麼 居然被他知道了 簡稱D好了 D Derek Derek Derek是Derek嗎 怎樣怎樣 Derek有什麼故事 張軒潤帥 他叫Derek 你最近發花痴是不是 不是 因為最近呢 就我的男孩 我沒有在看我的男孩 就是偶爾有時候突然轉到 我那天轉到那一集呢 是李仁哥在裡面跳國標舞 然後因為之前新聞就是李仁哥練那個國標 就練滿久的 然後我想說怎麼剛好這個就是這麼巧 就剛好看到他登場的那一段 然後我那國標跳超久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很好笑 就開始看了就是有意無意的看我的男孩 然後我覺得這部戲最厲害的是 因為其實我對小鮮肉真的是沒什麼興趣 就是小男孩對我來說還好 可是這部戲就是 他就是不知道怎麼測試的 怎麼做那個試調 台灣沒有做這件事情 就是瞎貓碰到死號子 那可能就是剛好中了 他就是挑的那個男主角跟 幫他做到那個性格 就是會讓你覺得蠻可愛的這樣子 有點可愛 所以就上去看了幾張他的照片 好那就是Derek Derek 你說Derek是一個新找的砲友是不是 沒有就是原本那一個 28歲的那個 被Derek發現我在找新的砲友這樣 Derek知道後的一個禮拜 他回訊息就變得很冷淡 有一天找我出去看夜景 送我回到家門口的時候 Derek就說了 我想消失 我沒有辦法接受 你跟別的男生這樣同時上床 我就哭了 我就跟他保證說 我以後不會跟其他男生上床 可是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又沒有要跟我在一起 你為什麼要禁止我做這件事情 對這個時候Derek就說了 他覺得他也暈船了 那兩個人暈船 不就在一起嗎 對啊 為什麼 回家之後 對我就說了 交往的事情 跟他說我有多喜歡他 Derek想了很多 他說 他的工作需要常常應酬 然後 現在也沒有心思去認真的經營感情 所以就拒絕了 那女生被拒絕之後 我又想 我又想繼續這段關係 我在聖誕節 送了他最喜歡的玩具總動員 巴斯的玩偶 還拼了拼圖 送給他 陪他去音樂祭 把喝醉的他幫忙帶回家 照顧他 甚至 我看著他跟其他女生打雞 雖然他跟我說 當時他喝醉了 根本也不知道他女人是誰 嗯 喔 喔 白的位 馬克 你這問他他不知道 怎樣 男生會喝醉到不知道自己親的人是誰嗎 呃 我真的不太知道 因為我喝醉的經驗蠻少的 老實說齁 你要醉到 你不知道親的人是誰 那時候那麼醉 你可能也沒有什麼能力 好好跟人家喇嚇了吧 就是一攤爛泥啊 如果是真的完全醉到不省人事的話 是沒有辦法 是不會知道的 對啊 你就是真的有一點 就是你至少知道他那個五官 但是我曾經想過你們辦的某一次的 Motel Party 是不是有一位他就是真的見誰就親啊 誰啊 你 我覺得他有 他有 你覺得他還有意識 嗯 然後在某一次的 只是心情很好很快樂 我有那麼多Party 在某一次的 某個生日壽星去了Gay Bar 他是不是也是兩三杯就倒 然後就開始狂情 跟我們嚇一跳的人喇嚇 可是他那個時候很醉 是有人硬督另外一個人的臉上去說 親親親 然後 所以是有可能他不認 不記得吧 好吧 我的同學見過Derek 他非常討厭他 應該說直接封殺他 反正呢 我真的為了他難過了好久 其實老實說Derek沒有背叛我做了什麼 只是因為我不停的付出 換來的就是一場空 所以我就決定提結束這段關係 那就哭得稀哩哗啦 Derek又摸摸我的頭跟我說 嗯 你的選擇結束是對的 其實你一直在我身邊 也不是辦法 因為我就是不會跟你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回到了朋友關係 我也努力不去私訊他 雖然還是會想他 可是我知道 如果我不下定決心的話 我就不會結束這段關係了 謝謝馬克瑪麗念完我的信 我真的很喜歡馬克信箱 不曉得馬克瑪麗 有沒有想吃的台東名產 下次來信的時候 可以順道寄給你們 哇 小小豆內一百元舊舊窮DJ 這一百元打醒你 休息一下聽廣告囉 馬克信箱感謝你的支持 欸已經過了幾年啦 我們還是一直收到書要簽名欸 熱賣 你不覺得 難道還是出版嗎 對啊 書還是很有魔力 很有魔力的一種東西啊 好 來自於泰山的竹筍全家福 寫這本書說 這本書從我家小孩未滿一歲 我拖到現在他已經兩歲多 而且連一個弟弟都出現了 我才寄給你們簽名 天啊 好 從你們一起主持節目到你們分手 祝兩位早日找到伴侶 歸宿 要幸福喔 不要想太多 處理下去就對了 什麼啊 這個 這個 處理下去就對了 這個 這個說法好像就是 對男生說什麼 欸跟他在一起 上啦上啦先上再說啦 把他處理下去就對了啦 有事嗎 還有製作人要幸福喔 製作人是誰 誰啊 艾力喔 誰啊 艾力我是不能說他太多事情 這封信是不是我們每次都會拿到 每次都沒有回 他用保利鏡夾牙清潔錠寄過來 而且他非常幼稚 就是我想知道這人到了幾歲 搶法果然很幼稚 因為保利鏡夾牙清潔錠封面會有兩個長輩 就是笑得很開心 因為他們夾牙清潔得很好 他就是要拿那個麥克筆 本來叫牙齒塗黑 你說 他有多屁 我這場法就是點點點畢業後我第一次寫信 現在時間是10月17號凌晨3點 我瀕臨崩潔的在寫這封信 因為幾天前我發現家裡有老鼠入侵 我推測是從客廳天花板上面的通風口進來的 我現在神經緊繃 房門隨時保持關閉的狀態 我不敢鬆懈 甚至有了我要不要在家裡養一條蛇呢 的念頭 哈哈 但就在剛剛我發現我房間角落桌上的糖果 有被老鼠咬過的痕跡 旁邊還有幾坨老鼠屎 吃完馬上就拉 他寫了很長的發 這超恐怖這超噁的啊 該死的老鼠居然比我走了一步吃糖 我要瘋了 這麼骯髒的生物 竟然進入我這麼holy 只有我本人允許進入了神聖空間 我要崩潰了啊啊啊啊 我可愛的房間被鼠背強暴了 啊沒有人性令人髮指 殘忍太殘忍了 我現在情緒憤怒又無奈無法平復 如果遇到鬼跟有老鼠跑到房間 我選擇遇到鬼 好 該面對的還是要面對 天亮我就會處理這一切 把房間清空 每樣東西都確實清潔 這樣我就能安心的繼續待在我的房間 希望老鼠你不要再來了 玩 馬克信箱收到很特別的國家來信了 等一下 非洲 非洲不是一個國家 非洲哪裡 馬達加斯加 不是 那郵票真的很酷 真的就是我完全沒有看過的郵票 蛤 蛤 蛤 不知道 烏克蘭 這不是你夢寐以求的國度嗎 你說烏克蘭新娘喔 欸你沒有要跟大家說你最近喜歡誰喔 不用啦 記得當初會知道青春點點點這個節目是高中同學介紹的 我就這樣聽了八年 等到烏克蘭留學我也持續的收聽喔 陪伴我孤單寫作業的每個夜晚 感謝你們 最近呢每晚睡前我和我的男友都會聽一個我認為非常扯又非常精彩的節目 是一個名叫瑪莉歐的人做的臉書直播 瑪莉歐是不是那個藝人瑪莉歐啊 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可是瑪莉歐很好笑 可是瑪莉歐有在做臉書直播嗎 我沒有看他的臉書我是看他上節目 內容是call out的性質也就是瑪莉歐的臉書直播是call out給別人 然後畫面全部都是黑的沒有露臉 他只有兩支電話跟幾瓶酒就這樣主持 只有聲音每天會有不一樣的主題 譬如說分手啊告白啊 不能說的秘密啊同性戀啊整人啊等等等等 假如呢今天的主題是告白 聽眾有想要告白的對象就先傳訊給主持人 訊息內容呢就大約寫一下說你想要說的大綱啊你的名字啊你的電話號碼啊 主持人會自行篩選認為嗯這個有話題喔我就會call out給你 稍微聊過以後直接call out給你想告白的人三方通話 嗯當然你不敢告白瑪莉歐也會幫你整個過程都是直播的 在這個節目裡我最喜歡的主題是不能說的秘密 有一位女性說她殺了她的丈夫 蛤 因為有一天她的丈夫帶了三個黑人回家強姦她 她覺得受到侮辱 喔這是國外的 瑪莉歐是外國人喔 我不知道欸因為她寫瑪莉歐啊我不知道是哪裡人這樣子 喔 於是有一天煮晚餐的時候她就將玻璃攪碎 餐在食物裡給丈夫吃結果丈夫住院洗剩了兩年最後死了 蛤 還有一個男性說她兼師 她是一位在殯儀館工作的工作人員 管理遺體冰櫃的 在殯儀館裡有女醫生非常的漂亮 她愛慕了許久 但是因為害羞所以沒有講過話 突然有陣子 女醫師再也沒有來上班了 又過了幾天 她發現了女醫師的屍體被推了進來 放在冰櫃裡 於是她就趁四下無人的時候 於是她就趁四下無人的時候打開了女醫生的冰櫃 強姦了她的屍體 這是一個摩洛哥人的直播節目 當然我是聽不懂的 但我男友會把每段故事翻譯給我聽 每個故事真的都令我非常驚訝 這是很像都市傳說欸 有一天的主題是性癖好 有位女生說她睡前一定要用小黃瓜滋味才能睡得著 而且是一前一後同時使用 另一位女性分享有一天她滋味的時候 紅蘿蔔斷了一小節在陰道裡 隔了好幾天才去醫院取出來 取出來的紅蘿蔔已經是爛軟的狀態了 而且她還說不同的蔬果滋味時都有不同的感覺 她最喜歡的是小黃瓜與紅蘿蔔 還有一位女老師說 她出門上班前一定要幫先生口交 不然她不想出門上班 好妙喔 最後有一位男性說 她喜歡自衛後射精在鳥的身上 哪來的鳥 鳥 你說牠養了一隻鳥 然後把它囚禁在鳥籠 鳥 然後要射的時候就往鳥籠裡面狂射嗎 鳥的羽毛真的很恐麻乳欸 因為精液很黏欸 鳥又不會洗澡 好 你射到鳥籠牠不會飛來 牠不會躲嗎 還是你只是想瞄準 像那個你以為那就是你的槍 他的確是我的槍 他的槍然後你只是覺得就是來射鳥 不是 因為那個精液牠不是一直先噴 牠有時候會 會這樣子 所以鳥要閃的話 應該還是會沾到一點 你不會要求我在你今年生日的時候 送你一隻鳥吧 我沒有沒有沒有 我家外面窗台就有兩隻 兩三隻 他們每年都會來竹巢這樣子 我每天曬衣服都會去看看他們 另外有一個更誇張的 一位女性說 她男友要和她做愛前 都要先帶兩個朋友回來 兩位友人先和女友三批 男友在旁觀看 結束後 男友才願意和她做愛 主持人問他說 你喜歡這樣嗎 他回答 一開始不喜歡 但久了 就很享受 可是我知道的確有這樣的人啊 他是不是要這樣才能有辦法勃起 對啊 有些人是真的喜歡這樣 當然還有很多很奇葩的故事 但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有機會我還會再寫信來的 對了 因為瑪莉所以我瘋狂的看 綜綜綜綜綜綜藝三國志 這個要怎麼唸啊 綜綜綜綜綜綜藝三國志 有幾集沒有瑪莉的我就特別跳過 可是我覺得奇怪的是 一開始分的三國就這樣沒屁用耶 形態變了 都是收工或淘汰賽 但還是祈禱瑪莉每次都提早收工 或是抽到獎金喔 抽到獎金真的太棒了 如果可以抽到獎金的話 你要幹嘛 不是啊 我可以講嗎 這個講出來播了沒 反正前一陣子 有人拿到史上最高一次獎金帶走 嗯 七萬二 哇 很多欸 哇 哇 怎麼摺啊 七萬二欸 最後想說馬克信箱不能亡 我是一五二 哇 好期待你下一封來信啊 休息一下 聽廣告囉 馬克信箱感謝你的支持 肚子好餓喔 請念我並大聲的姚英玲 我想你要用盡你吃奶的力氣 姚英玲 為什麼他給五千嗎 2012年第一次寫信的時候 他付了五塊錢 2012年第二次寫信的時候 付上了十塊 然後他就六年沒有寫信了 現在他 借了一張這個過來 拿出你的誠意搖搖搖搖搖搖 四個小朋友又出現了 沒有那麼喜歡小孩過 我看看他是誰 欸他要你唸欸 我是愛情故事的長髮 又是長髮 今天有兩個長髮欸 嗯 已經潛水很多年了 上次寫信呢 是五六年前 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我 這幾年發現很多事情 1314年的時候 我追隨了前女友的腳步 前往澳洲打工度假 這一年過得很精彩 也收穫很多 我在那邊交到了現在的女朋友 我跟隨前女友的腳步 前女友的腳步 去了澳洲 在澳洲認識了現在的女友 耶耶耶耶耶 OK 抓交替 嗯 不能這樣用 嗯 回來後在會計事務所待了三年 去年經歷了青春點點的停播 也跟點友們瘋狂的加班後 參加了半夜的歡送會 但因為這幾年工作忙碌也只有偶爾會停 錄音檔我還停留在2014 雖然點點點已經不在了 可是你們的屁靈魂 精神 永遠與大家同在 馬克信箱也會一直陪伴大家吧 接下來要說的是關於前女友的事情 上個禮拜一早上班的時候 同學用LINE傳來了前女友IG上面的消息 當年刪了她的Facebook好友 IG自然也沒有follow她 跟前女友分手已經過了快七年了 雖然我知道遲早會有這麼一天 但沒有想到會這麼突然 沒錯她要結婚了 幾個陪伴我當年失戀那段日子的白木同學 瘋狂用他們的婚紗照啊 男女雙方的Facebook啊 Instagram的訊息截圖啊 轟炸我 雖然我很想把他們手機給砸了 但在你真正難過低潮的時候安慰你 在你走出來之後瘋狂嘲笑你 我想真正的友情就是這樣吧 一直記得當年知道她交男朋友 上班的時候呢 躲在廁所聽著五月天的 突然好想你 你會在那裡 很心吧 當時歌詞中 只剩眼淚還騙不過自己 讓我淚流不止 現在聽到這首歌 我體會到的是最後一句 最怕此生 已經決心自己過沒有你 卻又突然聽到你的消息 而且就這麼剛好的 前一天才看完五月天的演唱會 演唱會上聽到這首歌的當下 沒有太多感覺 隔天我就知道你要結婚的消息 就是這麼巧合 經過了七年 已經超過我們交往三年兩倍的時間了 雖然已經不再像當年心痛流淚的心境 但是我心裡就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 可以請愛情哲學大師歐馬克幫小弟解惑一下我目前的心境嗎 啊這個心境就是 這他最有經驗了 啊這個心境是什麼啊 就是感慨啊感慨跟感嘆吧 可是感慨感嘆跟難過應該不一樣吧 那個會是難過嗎 他會有一點酸酸的感覺 因為人就會覺得 欸為什麼你今天的眼睛特別白 你跟我一樣就是帶太陽鏡帶太多是不是 怎麼可能 我今天眼睛有靠近嗎 不是啊你今天眼睛這邊就是白一條欸 還是你有上什麼什麼閃亮什麼東西 我的眼影喔喔我的眼影嗎 不是是白色這邊白的欸 你也帶太多太陽鏡了吧 怎麼可能 譬如說譬如說 假設今天呢 吳瑪麗又開了另外一個節目 然後跟另外一個男主持人搭檔 然後從此以後呢 就是這個節目 聲勢浩大扶搖直上 然後是你的成名代表作 然後那個時候 就我心裡面也會有一種 唉的感覺 這兩個是一樣的嗎 我覺得是一樣的啊 就是就是你覺得你跟這個人 曾經有過的共同回憶 但是這個人已經離開了 然後不再珍惜了 他有一個更好的歸宿 或是去了其他地方的沒有感覺 人蠻麻煩的 唉 人真麻煩 過了兩天 我的前女友LINE我了 內容說 她今年要結婚了 也許我會覺得別扭 如果願意的話 可以帶我女友一起去參加 無聊 有事嗎 雖然平常不會特別聯絡 但人生大事還是想讓我知道 畢竟我曾經是她 很重要的好朋友 那就只要告知結婚就好 你邀人家幹嘛 因為如果不邀的話 你不知道怎麼結尾那個 嗨我要結婚了 沒事掰掰 幹嘛啊 可是我覺得剛剛那個Ending不錯啊 唉我要結婚了 只是覺得 這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事情 想跟你分享 然後就是你 那你最近好嗎 如果你要很虛情假 你就補說 希望你也可以找到你人生 趕快找到你人生的 什麼東西吧 什麼東西吧 看到訊息呢 我脑海中也自動播放了婚禮的祝福 怎麼唱啊 你的晴天是我的晴天 你的晴天是我的晴天 印象中這七年我們只有聯絡過三次吧 常常聽過有人說前女友就像毒瘤 時不時就會發作 我現在確實體會到了 雖然我跟她的故事早已結束 但我們的人生還是一直繼續 她也將跑向愛情的終點 九把刀說過 很難說喔 當你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歡過一個女孩 當她有人疼有人愛 你會真心真意地祝福她 永遠幸福快樂 這句話我始終還無法感受到 我想這是不是為了票房而寫的 應該不是啦 你可以去問她 算嗎 而我現在跟馬來西亞國籍的女友遠距離了 三年 因為國籍不同有很多的問題要去克服 在去年她也開始來台灣工作 我們現在還算穩定 不過看起來似乎又落後了前女友一步 不要比較不要比較喔 但也因為她讓我有機會認識你們 因為她又讓我提起筆寫信給你們 感謝你們無私地保留了馬克信箱 透過Youtube還能聽到或看到你們 有讓寫信的大家有地方可以抒發心情 心情 另外我也常常帶女友去逛Queenshop 這樣算有支持瑪莉嗎 這樣不算吧 這樣不算喔 但是Quintra的衣服就真的蠻便宜的啦 就是你女朋友可能可以買得開心 如果是你買單又不會負荷那麼重 最後一個問題想要問 如果你們前男友前女友邀請你們參加她的婚禮 你們會怎麼做呢 不會 不會 不要 他們也不會來邀請我 他們如果真的邀請我 哇那蠻白目的喔 我居然愛過這種白目的人 這也是蠻離奇 我可能會跟她起屁臉 對不會啦 就是不管你們是什麼樣的關係 就算是你自己覺得可能還是朋友或什麼之類的 建議不要去參加前男友前女友的婚禮 就是不要讓自己難堪 也不要害別人的婚姻走不好 這前一陣子的新聞 有一個依乃什麼書法美女 家喔 對對依乃書法家 然後跟她的 那不離婚了嗎 整型外科男友嗎 分手離婚啊 結婚的時候 當天她才知道原來伴娘 其中一個是她前女友 超瞎 瞎到爆 伴娘不是她自己選的嗎 對啊 為什麼沒有自己找伴娘 為什麼 這對夫妻很有問題啊 欸 可是這樣說人家的時候 我可能也會想說 欸 我的婚禮我可能也找不到伴郎 因為我的男生同學都結婚了 你有搶牆啊 就一個搶牆 如果伴郎想要再多幾個呢 想要第二個第三個呢 開始找聽眾囉 已經開始聽眾了 進入到我人生大事的生活圈了 我覺得令 可是令想要可能要擔任在 你說音樂總監喔 對對對她可能沒有辦法 因為我還在想說 而且而且就是譬如說要找那個婚禮場地 然後婚禮場地可能都有最低保證桌數 就你一定要這個桌數才能 你就只要走一組伴郎伴娘的路線就好啦 一組就 現在不是有一組的嗎 是有啊 這件事情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決定的啊 你要問Catia 可是Catia感覺是一個走很簡約路線的人 她走簡約 除非是她的姐妹每個人都想當伴娘 沒錯 那她那邊有幾組 很多 不行她要篩選啊 不是有個固定的數目嗎 就是一組不然就幾組 不然就到幾組了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同時Catia還會說 因為她是model嘛 所以她就是 她的朋友也就是都是model 不會是在那一天是要爭奇鬥彥吧 對所以她就說 你伴郎行不行啊 然後當然搶牆是沒問題啊 那就一樣請那個Catia的朋友啊 比如說請 柏彥來 對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 柏彥我覺得不行 對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變成最後這樣子 我的伴郎 可是你這樣討論的結果 你會這樣那個關係 你怎麼可能不知道請來 她跟她的關係是什麼 隨便看個名單你就說ok 太 那表示她沒有女生朋友囉 嗯 要嘛就是沒有女生朋友 要嘛就是就是 女生朋友全部都結婚了 就是反正就是或是 那你老公居然 把自己的前女友搞來當伴娘 你老公真的是 要弄你耶 就是看到這個新聞以後 就一定會在很 心裡面會回說 離婚不意外 真的是這樣啊 我剛剛還沒講完啊 那個最低保證桌數 嗯 沒有這麼多朋友 真的沒有 幾桌喔 她那個要幾桌 至少要30還32 然後我就想說 啊你 就只能開放典友啦 對啊 就不會 這都要開放典友吧 欸 我覺得好難過喔 典友現在還講大了 有人願意來參加我婚禮嗎 很多喔 你在說什麼 你在說什麼 起碼會有兩桌 怎麼可能 起碼 只是我不能保證 你要兩桌會回本 但是可以坐滿兩桌 喔 因為你要想他們可能不一定會包 你那一桌 會回本的錢喔 可能兩個人包一千二喔 一個人六百喔 那不行啊 所以這樣我就不能開典友桌啊 那除非你典友桌就是 才那個 先買門票方式 又是RQ Pass 然後一張門票 就是 就是你規定說 就是 你當 就是你 你來齁 你要先匯款 就是你會有個底線嘛 比如說一個人一千 假設一個人一千二 你才會回本 阿你來你要再加碼 包紅包我也照收 沒有沒有 現在不可能什麼一千二回本 你辦在那個地方 少說 一千五兩千 你一桌是要買多少錢 你是吃什麼鮑魚喔 你是不是完全不知道市場行情價 我不知道啊 你現在在 你現在在 兩萬很貴 一桌兩萬很貴了耶 你現在在台北市的大飯店結婚 你如果 包紅包 你沒有包兩千六以上 你都是白目 你知道嗎 我當了很多次白目耶 對啊 大飯店至少 就是 欸兩千 一桌兩萬六 還算還好的耶 你如果要走 那種什麼愛美 什麼之間 一桌都是三萬三的耶 三萬三三萬六的耶 那根本就無法回本 你就是辦 你就是賠錢 我們聽眾吃不起耶 對啊 很複雜很麻煩的 我很遺憾 我真的十分的遺憾喔 欸喔 還好 還好 唉 聽廣告吧 天啊我終於發現這封信哪裡不對了 哪裡 他倒著寫 他一個逗號都沒有 所以就像古文一樣 你要自己自己 其實 我真的不知道在那邊斷句完蛋了 其實我自己從沒想過 出生 從小時候的記憶 還是我們斷完句再來念好了好不好 不然這太困難了 什麼叫斷完句再來念 就是我們整整片就是先 先像 國文老師先畫完以後 可是我光的前兩行 我不知道斷在哪裡怎麼辦 然後交給我交給我 這個你要回家批改是不是 是不是因為你做數比較少 所以你壓不下來 不是啊 不是啊 他們價格就是 都是兩萬八那種耶 兩萬八三萬一 天啊這隻鳥好可愛 要是我是那個有怪怪性癖好的 硬狂弄這隻鳥 哈哈哈哈 這太可愛了 超變態的耶 這隻鳥還穿著小襯衫耶 太可愛了這個卡片 哈囉馬克馬力 我是台中的白肉男孩 可愛 前陣子我們系上的高中營隊剛結束 身為明年的總招 想到第一個課程規劃就是想要邀請精神領袖馬克 來給高中生解決身水疑惑或規劃的講師 雖然我在台中又只是學生舉辦的 馬克我跟你說 我們預算蠻多的喔 真的假的 因為是申請學校招生的經費 馬克你對這個邀請醫院高嗎 醫院超高 經費高有什麼問題 但你知道這個姓沒有任何的署名 學校地址 只有漂亮的鳥 那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聽到馬克性啊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聽到馬克性這樣 所以台中的白肉男孩 如果你聽到的話 馬克非常願意請你趕快私訊他 私訊喔馬克 是的 好的謝謝你的bird 我們收到了一封稿紙 是追逐著青春的小孩 整篇稿紙呢 他因為沒有標點符號 所以造成我們的閱讀障礙 但是呢就是看了一下 基本上他就是講他從出生啊 然後到小時候啊 喜歡那個帥氣男孩啊 然後他青春發生了一些回憶跟故事 嗯 我們收到你的信了 謝謝你 感謝你 歡迎大家多多寫信到馬克性箱來信 請寄到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一百零二號二十五樓馬克性箱收就可以了 那也很感謝最近 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了 都會幫我們製作非常精美的封面 喔 林薇 林薇 謝謝你 那個真的是程度太精細了 我的天啊 不曉得花你多少時間 這邊有一封明信片 又是去澳洲working holiday的人 他是吉利 二千的第一站來到了博斯 這邊讓我感覺跟台灣很像喔 沒有時差 天氣舒服 一不小心就在這裡生活了半年以上 明信片上面的羅特尼斯島 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座小島 沒有什麼污染的小島 海水超級清澈透明 還有可愛的小動物 短尾矮袋鼠 騎單車時常常會很多人平躺在地上 為了要和他們自拍 雖然看起來是蠻嚇人 但也是一個很有趣的景象 非常推薦單車環島 雖然很累 但真的很美 好的 謝謝你吉利 馬克瑪莉好 這個是想再中和巧遇我的Karen 這是我第二次寫信 嗯 11月的時候發生一件讓人悲傷的事情 在發票的最後領取時間 因為某些原因 我錯過了郵局關門那個時間 喔不 我的發票還沒有退那個獎啦 喔太難過了 當下也沒有任何郵局開著 難過 買好的晚餐 就這樣在我找尋有營業的郵局時 默默的冷掉了 非常悲傷 早知道我寧願 乾脆不要知道我自己中獎就算了 所以下一次一中獎 我就要立刻去Seven 把它存進我的iCash卡 壞得去好的來 第一封信提到 我是抽中神力女超人秘密 電影票的人之一 哇 這一次我也是靠著留言 又抽中去信義區 當時水舞廣場辦的 德國啤酒節的入場 500元餐券 哇 我的幸運在今年都用完了 這一切都是真的 留言才可以中獎的 是真的 是真的 什麼時候會有現場 真人實境的馬克信箱 雖然說真的很難剪 但還是想看你們呢 真人實境馬克信箱喔 那不就等於是一集直播 然後把它留下來的意思嗎 沒有大家想要看那個吧 現場買票進來 欸我覺得不錯喔 欸 這樣又不錯 這是一個消耗信件很棒的方式啊 對不對 現場的馬克信箱好嗎 我覺得很不錯啊 馬克信箱現場版LIVE 我們要請樂團 還有旁邊 之類 不用一個樂團吧 就是一個王力強都可以了 沒有我想的是那個 Jimmy Fallon的那個 Night Life 就是還有一個The Loose 對有個Band在那邊 不要隨便增加多餘的支出 基本上我們也請不起啦 那今天馬克信箱結束囉 希望馬克信箱現場版可以早日成真 在那邊 在那邊